今年的经典在线篮球赛 让许多球迷亦有未尽 BAMOS整理出十大亮点 带你一起来回顾 先来看到挂商号的累哥和周世渊 虽然不能出赛 还是有个签名拍照会来回馈球迷 不过旁边的摆设 就是女性内衣也形成另类的风景 碰碰陈冠权夹动作 晃过大房东 却狠狠撞上股房的陈兴安 这下不只是撞倒一个前辈 还是蒲原的长官 碰碰回到母队 皮就要绷紧点咯 球赛中场时间 请到过往中华直篮时代的球星 进行三对三对抗 虽然都已经到了一五十的年纪 球迹上也没让观众失望 勾起大家过往的美好回忆 黄金世代队中 回忆已经退役的陈兴安 在去年的比赛只有一个进球 不过今年有备而来 快攻切入三分球都各来一手 陈兴安 接下来看到未来之星的妙传表现 葫芦帽空中不落地 直接传给空手切的黄聪汉 葫芦帽这个从篮板球发动快攻 到漂亮的背后传球一起合成 来到Top5 Amigo杨静敏帅气的三分神射 投完之间转身离开 黄金世代南模吕正如快攻跑的未来之星还快 不只球进还道成犯规 连板凳系的队友都起身为他庆祝 未来之星陈兴俊漂亮的单打动作 和偶像陈兴安身体对抗之后 后视部起身投进残分球 Top2就是那句老话 球给志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场比赛最精彩的一球 我话就不多说了 让我们直接来看 这场比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